我要去大陸留學 我接下來要被派駐到大陸工作 有什麼事情是我要在大陸生活 一定要先做的事情呢? 大家好 我是Anson 歡迎來到AnsonTV 今天Anson要推出一個全新的Talk單元 那就是 台灣人看大陸系列影片 如果你有看過AnsonTV比較早期的影片的話 你就會知道Anson前兩年的時間 其實都是在廈門創業還有工作 自從二月底的時候 Anson為了想要製作更加在地化 更加專業的台灣美食旅遊資訊給到大家 所以二月底的時候 Anson就決定回到台灣 認真的經營自己的AnsonTV 其實回來以後有不少的朋友 還有一些AnsonTV的觀眾 也有不少大陸的朋友 以及網友們都會問我一些 關於我在大陸生活的大小事喔 所以Anson想想 與其一個一個回 不如我就來做這一系列的影片 跟大家分享我在大陸的一些生活經驗囉 OK 那台灣人看大陸 第一集就這麼開始吧 GO 等等等等 這個世界之所以會如此的精彩 就是因為這個世界充滿了不同的價值觀 不同的成長環境 以及不同的人生經歷 AnsonTV的台灣人看大陸系列 是期望能夠透過這個節目呢 讓兩岸的年輕人有更多的交流 以及互相了解的機會 那以下分享的所有內容呢 都是我的個人經歷 還有體驗以及我的一些觀點 所以呢在分享的過程當中 如果有任何說錯的地方 也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給我 讓我知道 我非常虛心的接受大家的任何指教 但是酸民跟噴子們 也請你們手下留情啊 那今天的節目就正式開始囉 Let's GO 其實大部分的人呢 去到一個新的陌生的環境的時候 都會想要知道一件事情 有沒有什麼事情 是我一定要現在馬上就先去做的呢 我相信這一點我們應該都是一樣的 所以呢今天Anson就要告訴 要去大陸生活、工作、留學的朋友們 你一定要做的這三件事情 陸梯大陸以後一定要立刻去做的 第一件事情就是 半手機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 還好啊我可以買這種就是 義附卡之類的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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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申辦手機號都是需要有實名認證的 也就是說你的手機號碼 就代表是你的身份 你在申辦電話號碼的時候 你必須要出示你的個人身份證明文件 你才可以成功的辦理一支手機號碼 那至於要怎麼辦電話 以及要去哪裡辦電話 以及辦哪一家電信公司比較好 還有他們是怎麼去做支費計算的呢 不要急 之後呢Anson也會特別製作一支影片 是針對大陸的手機號碼的辦理 大家也敬請期待喔 再過來第二件你一定要做的事情 辦理一張你自己的銀行卡 大家要知道在大陸生活的時候 第三方支付是有多方便的一件事情 甚至告訴大家 Anson在大陸生活已經三個月以上 沒有用過任何一張鈔票 不論你是要用微信支付、支付寶支付 任何打打打打打支付 任何的支付方式 你一定要有一張銀行卡 因為跟手機的道理是一樣的 有很多很多的東西 是需要有銀行卡來認證你身份的喔 到底哪一家銀行比較好用 大陸的朋友需要你們的資源 趕快在下面留言跟大家分析分析 哪一家銀行其實用起來會比較好用呢 基本上呢 完成了一跟二這兩件事情以後 在大陸生活基本上 應該就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第三件事情 貼心提醒 大陸的手機網路流量是沒有吃到飽的 都是按流量計費 所以一定要養成找到免費Wi-Fi的能力喔 不究竟呢 要先下載哪五類型的APP呢 第一種類型 也就是即時通訊類 例如 微信 QQ 這類型的軟體 第二種類型 就是跟你的錢有關 例如說像 支付寶 百度錢包 這類型的第三方支付軟體 以及你身份銀行卡的那一家 銀行的線上營業廳軟體 你比較好去追蹤你自己的帳戶 預額以及金錢流向喔 第三種 到了新的地方 人生地不熟 你一定需要地圖類的APP 所以呢 你可以下載像 高等地圖阿 百度地圖阿 這類型的地圖軟體 協助你認識你生活周遭身邊的環境 第四種 你可以下載一些像 公車的乘坐的資訊 或者是 像 第一打車 神舟鑽車 這類型 在你還不熟悉整個生活環境 跟地理環境的狀況下 這些APP呢 能夠解決你非常多的問題喔 然後呢 滴滴打車跟神舟鑽車 好像蠻常會發一些優惠券的 可以領一些優惠券 可以省掉你的車費喔 再過來呢 第五種APP 這個其實有點見仁見智 但是我個人是蠻推薦 一落地就可以下載 那就是 點評跟外賣相關的APP 這兩大類型的APP呢 能夠讓你的生活變得更簡單 像剛到新的環境呢 你可能會不知道哪一些 好吃哪一些不好吃 你就可以去到點評網看 大家的一些分享留言 還有評分 那外賣類的APP呢 像 百度外賣阿 餓了嗎 美團外賣阿 還有口味外賣阿 超多超多外賣軟體 建議你呢 至少呢 下載兩種軟體 因為有時候優惠跟價格不一樣阿 這樣呢 有時候你不想出門的時候 或者是朋友聚會的時候 手機一按 BING 美食就到家啦 OK 台灣人看大陸的第一集 這樣子的內容 不知道對你有沒有幫助呢 當然 再次聲明以上的所有分享 都只是Anson的個人經驗 如果有說錯什麼地方 或者是有更好的資訊 麻煩在下面留言 跟大家分享喔 那今天就差不多到這邊 AnsonTV每天晚上9點都會 準時上傳影片 如果喜歡AnsonTV的話 記得幫我點下方的訂閱 還有在這些平台裡面呢 也都有AnsonTV的相關頻道 所以如果還沒有關注起來的話 記得一起關注起來喔 那各位我們 明天見 拜託啦 AnsonTV全新台灣人看大陸系列節目 希望未來能夠提供更多有用 且即時的大陸生活資訊給大家 也請大家敬請期待囉 AnsonTV每天晚上9點更新影片 歡迎立刻訂閱頻道 我們明天見 掰扑啦